好来看到大陆流亡富商郭文贵 因为涉嫌的诈骗粉丝超过了10亿美元 日前在纽约豪宅被捕 他奢豪的生活也曝光 郭文贵呢不只是有台币11亿的游艇 法拉利名车等等 在家中呢还有路易十五风格的 镶嵌红木马桶家具 而且是住在要价值台币21亿的 纽约曼哈顿的豪宅 他奢华的环境也让人折舌 不光是如此 郭文贵呢还跟川普郭文贵交好 共创媒体公司 中国大陆富商郭文贵因涉嫌诈骗10亿美元 日前在纽约被捕 但诡异的是在他被捕之后 所住的豪华酒店竟然发生火灾 打断FBI的搜证工作 不光是火灾离奇 郭文贵的奢华生活也曝光 你跑什么你跑什么 我又回家你又跑啊 轻易地抱着狗狗一路从室内走向阳台 可以看出 尽管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上 郭文贵家中阳台确实十分宽敞 2014年郭文贵逃出中国 2015年他以台币约21亿的价格买下纽约荷兰水梨酒店第18层 而今他被指控诈骗粉丝和支持者进行各项投资 不乏所得超过台币305亿 根据外媒报道 郭文贵将骗来的钱用来购买价值高达台币11亿的游艇 以及1亿元的法拉利名车 还有一张台币110万元的高档充电 不光如此 他的家中还有一件路易十五风格的镶嵌红木马桶家具 以及价值台币550万元的白蜡和青铜桌等 豪奢程度责责称奇 我们和共产党的不共戴天之仇只有一个办法 我们强大 你不强大你什么都扯 现在世界之外 源于中共 郭文贵靠着自拍影片批评大陆 吸引许多粉丝投资他的加密货币事业 郭文贵跟以前美国总统川普顾问班农交号 甚至一同创办媒体公司 就连海外华人圈知名的媒体 民进警团创办人和平也透露 他曾邀郭文贵开网路直播 但他爆料的内容太过夸张 还会以低俗言语做出人身攻击 都让和平有所警觉 因此停掉节目 随着郭文贵遭逮捕 他的诈骗手法和涉华生活也一一曝了光 记得林立涵综合报道 南韩总统以席月赴东京 访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并且取得了多项的成就 包括恢复穿梭外交 以及安保对话 而日本也同意解除 对韩半导体用料限制 让南韩电子企业股价 是硬生大涨 但是隐协月对于 征用工问题所提出的解方 民众却是不买单 痛皮这次的访日 根本就是屈辱外交 南韩总统隐协月 展开两天的访日行程 并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会谈结束后 共同召开记者会发表这次会谈上达成的四大成果 日韩双方在这次会谈中取得四大成果 包括恢复双方领导人的穿梭外交 重启停摆五年的安保对话 并拓展国防安全合作 两国商界也将加强合作 日本还同意解除限制三种关键半导体物料 在日韩关系因为征用工问题恶化后 日本限制对南韩三种关键半导体物料的出口 现在日本解除限制后 南韩晶片制造商也将获利 因此南韩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等企业的股价也应声大涨 看起来对于南韩经济前景是好事一桩 不过针对征用工问题尹熙越政府提出了解放 韩国民众却不买单 南韩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 也在首尔展开抗议行动 痛批尹熙越对日本展开屈辱外交 替加害者说话践踏民意 岸田招待尹熙越的蛋包犯外交 也引发批评声浪 尹熙越与岸田有吃有喝 有说有笑 被民众批评简直就是吃播外交 另外尹熙越与岸田 一起向国旗致敬的影片传出 也让尹熙越又被罵翻 画面中可以看到尹熙越及岸田 一起向两国国旗鞠躬致敬 但因为角度关系 导致尹熙越看起来是在向日本国旗鞠躬 这引发韩国网友批评尹熙越到底是哪国总统 还要他别回韩国了 住在日本吧 尹熙越这趟东京行 虽然取得许多外交成就 但也因为征用工等问题 让民众相当不满 如何稳定民心 也将成为尹熙越回国后的首要课题 记者离境综合报道 大陆外交部证实 习近平将在3月20号到22号 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不过有外媒报道 中国大陆向俄罗斯提供军援 还有军民两用物资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今天在记者会上否认 重申中俄合作坦荡荡 并且批评有一些国家 在军售的问题上大搞双标 中俄之间的合作 正大光明 坦坦荡荡 为的是造福两国人民 促进世界发展 不受任何第三方干扰和胁迫 我愿意重申 在军品出口方面 中方一向采取慎重 负责态度 一贯依法依规 对两用物相出口进行管制 同时我们一贯反对 没有国际法依据 未经安理会授权的 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中方的立场和做法一以贯之 同一些国家在军售问题上搞双重标准 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交游的做法 形成鲜明对照 俄罗斯否认撞击美国MQ-9死神无人机 但是美方释出了俄军泄游影片反击 而说到了无人机 一架出现在俄乌战场上的俄罗斯无人机 经过追查之后发现产地是大陆 因此大陆被质疑是否秘密提供武器给俄罗斯 而另外一方面 16号大陆外交部长秦刚 与乌克兰外长通话 这被外界解读 是在替俄乌和谈 预作准备 一架俄罗斯苏凯27战机从远处飞来 倾倒燃料 接着撞上美国的MQ-9死神无人机 接着画面模糊 短信 尽管俄罗斯否认撞击 但美军立刻po出这段影片反习 似乎证实美方无人机 确实遭俄军战机拦截撞击 坠毁黑海 而说到无人机 近期在俄乌战争中扮演关键角色 乌克兰军人最近击落一架俄军的改装无人机 而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追查发现 这架无人机是大陆制造 而且网路上就买得到 有让不少人好奇 大陆是否秘密提供武器给俄罗斯 而随着战火延烧一年多 传出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与俄国总统普丁会面 也将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视讯 而大陆外交部长秦刚也在16号 与乌克兰外交部长酷列拔通话 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 一贯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致力于劝和促谈 呼吁国际社会为和谈创造条件 秦刚和乌克兰外长通话被解读 可能是为了推动俄乌和谈做准备 而对于习近平将与普丁会面 美国白宫认为是好事 但不忘呼吁北京应避免偏袒俄罗斯 接着林涵综合报道